心灵回收站 爱的港湾 本身的负责 然而现在这个社会 越来越多的人们 把对婚姻的态度变得很敷衍 甚至有些人把婚姻 当成了自己谋求利益的筹码 我们都知道 结婚的时候彩礼 陪嫁 往往是两家人商量的最多的事 如果真正重视婚姻的 都会提前把该准备的准备好 而真心结婚的 也并不会在这些事情上算计对方 然而现在 具有很多贪心的人 钱和人都想要 自己却什么都不愿意付出 当然 没有人想在婚姻里做一个傻子 彩礼和陪嫁 代表的往往是两家人的态度 如果总是欺骗和推辞 甚至在各种事情上斤斤计较 那又有谁愿意结婚呢 杭宇就遇上了这样一家人 刚开始商量婚事的时候 南方家庭就有各种借口和说辞 而杭宇出于信任 也真的为对方着想 减少了彩礼 还答应先领证 再给彩礼 结果最后却被威胁 杭宇也彻底失望 选择离婚 让我们来看看他的故事 杭宇和男友赵腾 在一起一年 因为觉得两个人年纪也不算小了 所以在过完 两人的恋爱纪念日 杭宇就提出结婚的想法 赵腾也没有反对 两个人商量了好久 最终和双方父母说了这事 杭宇的父母一直期待着女儿可以结婚 所以当下就表示要见一见赵腾 杭宇和赵腾约定了个时间 然后就带着赵腾回家见自己父母了 因为杭宇提前叮嘱过 所以赵腾表现得还可以 杭宇父母说的很多话 赵腾也表示答应 直到杭宇母亲提到彩礼 这时赵腾有些犹豫 然而看见杭宇的眼色 赵腾还是询问了杭宇父母的想法 杭宇的母亲就直接把本地的习俗 告诉了赵腾 我们这里的彩礼一般都是八到十二万 具体的还有两家在商量 婚房一般也是南方负责 我们也不要求家名字 我们这边会给十万的陪价 以及陪价一辆车 刚听见彩礼和婚房 赵腾有些犯愁 然而一听见陪价还不少 赵腾马上就开心起来 还很坚定地向杭宇的母亲表示 您放心 这些条件不算过分 我肯定和我父母好好商量 一定不会委屈杭宇的 听了赵腾这话 杭宇的父母都表示很满意 这次见面也很愉快 杭宇在把赵腾送出去时 让赵腾先去和他的父母商量一下 然后自己再去拜访 然而让杭宇没想到的是 赵腾再点电话过来 却不是通知杭宇时间 而是有些心虚的 想要和杭宇 再商量一下彩礼的问题 杭宇有些不明白 赵腾才把自己父母的话 转述了出来 我爸妈觉得彩礼有点多 给三万可不可以 还有 房子对我家来说有点难 我爸妈想让咱们结婚后 和他们住在一块 这根本就不是商量 而是把结婚条件大打折扣了 杭宇都不用和自己父母说 就知道父母肯定会生气 杭宇心里也有些不舒服 干脆问赵腾说 我怎么没听说你们家很困难呀 怎么一到结婚的时候就贫困了呢 你们家这态度 我爸妈怎么能同意咱俩结婚呢 一听杭宇这么问 赵腾也有些生气了 你爸妈又不是卖女儿 要那么多钱干啥 那我家里要贫不贫困 我难不成每天都跟你说一次 要我看 你们家差不多点行了 杭宇气急 干脆直接挂了电话 和父母说了这事后 他们也十分生气 甚至开始劝杭宇和赵腾分手了 然后第二天 赵腾却拎着一大堆东西上门道歉 说自己昨天有些冲动了 杭宇本来不想理他 然而赵腾却说 自己的父母已经来了 想直接和杭宇父母见面 这可把杭宇一家打得个措手不及 但人家已经大老远地跑过来了 杭宇父母也只能换上笑脸 去和他们见面 可能是因为赵腾说过的那番话 所以赵腾父母也显得十分抱歉 饭桌上也一直在夸杭宇 直到杭宇父母提到结婚彩礼的问题 赵腾父母突然沉默了 然后赵腾母亲就一脸忧愁地开口说 赵腾估计是不愿意加丑外扬 所以才没和杭宇说明情况 我们家早些年调价事还不错 然而自从赵腾自己出去打拼 我和他爸的身体是越来越差了 不仅做得那点小生意黄了 还因为经常治病欠了不少钱 我们怕他担心 以前一直没告诉他 昨天他回来说要结婚 我们眼看瞒不住了 才把家里没钱的事和他说了 所以赵腾才会去和杭宇商量 想要问能不能少给点彩礼 一听这话 杭宇一家也不好意思让人家雪上加霜 然而为了不让女儿受委屈 杭宇父母还是订了六万的彩礼 不过别的他们都可以负责 这已经是很大的让步了 所以最后赵腾一家也同意了 只是赵腾的母亲还是很为难地说 未来亲家 我也不怕说出来害臊 这六万块钱我们家也不好拿 但是既然答应了 我们肯定凑出来 但要是时间长了的话 可别耽误了两个孩子的喜事啊 可能是觉得赵腾一家很有诚意 所以杭宇的父母也同意了 并且也打消了对他们家之前的那一点怨气 而在接下来的日子里 赵腾也一直筹钱给杭宇凑彩礼 然而一直到俩人约定好领结婚证的日子 这钱也没有给杭宇 不过杭宇出于对赵腾的信任 也没有在意这件事 反而先是和赵腾领了结婚证 只是等着他们上门 提亲给完彩礼后再办婚礼 然而这一等就又是一个多元 眼看着俩人已经成了正式夫妻 赵腾家却没有提亲 杭宇在父母的催促下选择上门询问 然而家里却只有赵腾一人 公婆都不在 杭宇只能等公婆回来 中间却上了趟厕所 还没出来 就听见了开门的声音 然后杭宇就听见赵腾 好像想和婆婆说自己来了 然而刚说了个名字 婆婆就十分不耐烦地说 杭宇又找你要彩礼了 你就听妈的别管她 正都领了 谅她也不敢怎么样 杭宇一听这话就厉害了 赵腾也在外边着急地说 妈 你胡说什么呢 杭宇在厕所呢 婆婆马上就沉默了 杭宇在反应过来后 气愤地走出卫生间 你们一家可真厉害呀 为了不给彩礼 啥瞎话也编得出来 觉得我没办法是吧 你们太知道了 我今天就要和赵腾离婚 说完 杭宇就拿起包走了 而赵腾虽然听了父母 母亲的话 享受彩礼 却从来没想过 不和杭宇在一起 所以眼看着杭宇 发现了一切要离婚 赵腾急匆匆就追了出去 结果因为两个人在争执中 赵腾没有看见红灯 冲到马路上被车撞了 等婆婆也赶来的时候 赵腾已经被120拉走了 然而结果并没有如婆婆所愿 赵腾伤势太重 没有救过来 杭宇和婆婆一起站在手术室外 听到这个消息后 杭宇纵然生气 但还是十分伤心 而婆婆更是后悔 为了不给那区区的六万块钱 就各种撒谎 现在却把喜事变成了丧事 杭宇和赵腾相恋结婚 其实只要按流程走下去 肯定能够拥有幸福的婚姻 然而赵腾的父母贪心又小气 不愿意拿财力 也不愿意买婚房 让儿子和自己一起欺骗杭宇 最终被杭宇发掘 赵腾也不幸出了意外 人才两空 虽然赵腾的事情是个意外 然而社会上结婚时 不愿意出钱的人却并不少 他们以所谓的真爱为借口 觉得两个人真正相爱 就不该谈任何的经济条件 然而婚姻生活 根本就不可能那么简单 两个人要一起共度余生 要一起面对柴米油盐 单纯的不谈钱 根本代表不了幸福 而我们在选择结婚对象时 也要擦亮双眼 有时候一个人是否幸福 确实和经济条件没有关系 然而 就像我们常说的那句话一样 钱不是万能的 没有钱却是万万不能的 在婚姻里 我们常提的彩礼 陪价什么的 其实根本上代表了双方家庭的态度 如果连这点态度都没有 又怎么敢说有幸福的婚姻呢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